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Gloria 今天我们这个开场是不是看着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今天Gloria要化身一期生活好物加美食国主 今天的视频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带大家饱餐一顿 最近入秋了,文高华又要开始了,漫无天日的雨季了 我们也正式进入到了要贴秋标的季节 每次换季啊,或者到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可以宅在家里面看着电视剧 然后把火锅和烧烤都一起吃一遍 但是我之前一直没有买过所谓的这种一体的烧烤火锅 因为之前比较懒,觉得有的时候你就一天吃一款吧 但这样的后果就是,不管是火锅还是烤肉 你家里的味道要散两天 所以我还是迈开了我懒多的双腿 然后去小红书爱及网上去搜了一搜 在北美啊,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 哪里有卖这种好用的华人的电器 然后我就搜到了这个叫华人生活馆的这么一个网站 他们网站上是有,我觉得有上百款甚至上千款吧 不同的大型啊小型的这种厨房啊家用的电器 打开他们的网站就能看到产品种类非常的多 而且都是专注于做咱们中式的厨店 就是适合我们华人类,适合我们华人的生活习惯的这些厨具 他家覆盖品牌也非常的多 大家熟知的专定品牌 产品非常全 是源自加拿大 专注北美华人除电器的知名品牌 小熊这个牌子听起来就好吃 圆乎乎超可爱 天际专注于养生小家店 九阳竟然有专门面条剂 北顶也是火爆北美的牌子了 身边朋友家里几乎人手一个锅 这个牌子我不知道 但看起来炒菜超香 大锅饭的感觉 因为它的产品太多了 我花了好几天选了这一款 是Joying这个很大的一个厨房用具的品牌 他们旗下的这一个家用分体式多功能 及电煮锅烧烤涮的这样一个多功能的料理锅 而且它非常方便 就是它可以携带一个店员 在你们家各个地方去吃 不仅仅是我们跟朋友啊 跟家人在家可以用 我们也可以拿到办公室去 煮个螺丝粉 涮个小火锅 像迷糊全办公室的人 我们这个锅的主体的颜色 是非常干净的这种陶瓷白 让人看起来心情很好 然后咱们这个锅的主体 是有1400瓦的火力 不管是用来煮火锅 还是用来烤肉的话 那个功力都是足够的 然后像它这个底盘的部分 是采用面饰 然后底盘发热 会很均匀 让食材可以很快的熟 并且烤的呀 或者烧的煮的很均匀 不加生 这种平整的东西 更好清理 这个锅都是标准的 我们110伏的 北美的这边的电压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有电压的问题 如果单买的话 应该是只带这一个 涮锅和这个水煮锅的 但是我因为觉得 既然要把自己喂好 那我就是把所有的搭配都买齐 所以我还入手的这种 可以做早餐的 比如说摊个小鸡蛋 然后蒸一个小滑腹表 然后像这种可以专门用来烤丸子的 这个小拓盘 以及这一个 有点像韩式那种烤肉风格的 这种铁盘 像这个烤盘呢 它上面也是带这种格子的 横平纹的 会更好的让咱们的肉收热 我们这一个锅呢 都是有三档 高中低 然后还有 一个关闭的这个 三档的智能控温 今天呢 我是打算 跟大家和韩仔呢 涮一个鸳鸯的火锅 然后烤一点 我们在这边的一个 小华人的超市 买的腌好的那种烤肉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也上网搜一搜 这一些 比如说 这一个很深口的 大容量的 应该有3.5毫升容量的 这个锅呢 可以很方便的 不管是煮粥 或者是炒菜 炖肉都可以 咱们这些所有的材质 都是防粘的涂层 可以清洗起来 非常地方便 这种深锅的大手柄 可以很有效地防套 接着奏乐 接着我 这个就是我今天 要涮肉和烤肉的食材 是不是很丰盛 我现在已经把我们 这个VADEM的锅 煮上了水 开到了最高的功率 然后看看 它多久会开锅 过去了大概5分钟 水已经开了 我把这个 一个辣的和军菇的 海底料的底料 都放了进去 下面我就可以下肉了 火锅的第一个东西 一定要下牛肉和羊肉 因为今天只有我跟韩仔 两个人 所以我们就多情地下一下 那你给我多放点 在辣里面 嗯 我好像辣的里的肉 放的和水都比较多 所以竟然是 这个不辣的锅先开了 香香的 不是牛 就是羊肉 我们在煮菇里面下一点菜吧 在煮菇里面下煮菇 青旁锅就是用来拴菜的 这个锅看着不大 但实际上好像挺大的 对的实际上很能装 刚才我看那上去 几点五点多生的那个菇 辣的也好辣 还是辣的看得香 嗯 嗯 好的 看 现在我们已经换上了 第二功能的锅 就是这个烧烤盘 我们就要来煮这个香 粉粉的五花肉和鸡西了 其实一般我还会买牛仔骨 然后和其他的不开火了 人家是用来煎牛排的 嗯 那中国人我们就吃煎猪排 我们用来做烧烤 一千四百瓦的那个瓦肉 不是盖的 很快 这一面已经煎熟了 跟这个刺拉刺拉的生 让人家很有食欲 嗯 我们家的最面隔壁也在烤肉 但是它是拿那种大架子在户外烤 一下就体现出了我们这个小锅的方便 因为今天好热 我觉得这块可以了 啊 我就要开吃了 烤出来一起锅歪歪点 好啦 你看我吃完了以后 非常勤劳的 已经把这些锅已经涮干净了 因为它都是酸米的 所以清洗起来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么如果大家有被我种草 到这个周公的锅的话呢 可以去戳我视频里面的链接 我也会给观看我视频的粉丝 宝宝们提供专属的折扣 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华人生活馆 网址可以打在描述区 前往这个华人生活馆的网站上去看一看 有哪些自己家里需要的 或者可以需要的 能让咱们每天的生活 过得更加开心快乐的 这些单品 然后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入手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比心